張熙男子手上的血流不停 救護人員忙包紮 旁邊一名女子神色緊張 拚命撥打電話 前面你認識的你朋友嗎 你朋友嗎 那個是被砍記太白目 他白目被砍 白目被砍 被罵太白目 男子差點抽上去被擋住了 原來女子是他的前女友 但張熙男子傷成這樣 耳邊傳來的卻是 其實他被砍比較強 所以他現在只砍這樣 臉上表情百般無奈 就在所有鄰居都還處於驚嚇中 突然一個人帶著開山刀出現了 就怕雙擊無辜 破例是繃緊神經 要他把刀放下 他就是砍人的嫌犯 再重回現場 原來是想要自首 剛剛大嗆傷者的這位辣妹 就是他的現任女友 一路陪男友上警車 這位女友他聯絡前任男友 來這個現任男友的住宿附近來聊天 原來是現任男友促進大發 無法忍受女朋友竟然把前任 約到住家附近聊天 氣得持刀砍人 儘管女友最後一路相陪 但三角襲堤引爆流血衝突 這是臨時起立嗎 現任男友 最終得為自己的衝動付出代價 三立生 朱瑋達呼 十一賴不香 高雄報導 但評審站為什麼